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時代論壇 聲音專欄 除你意外 活出愛女的遺份 單身姊妹在這個社會 所承受的欺壓 好像千年不滅的瘟疫一樣 雖然科技時代很快速地改變 但這種欺壓的病菌 好像不曾消滅一樣 每個時代都用不同的形態出現 營救猖獗地侵襲未婚的女子 世俗往往視女性為商品 好像要隨著年齡減價 去孤仇一樣 媒體廣告 是意用各種標籤去嘲諷 或者披著漂亮的包裝 無孔不入地吹捕 例如廣告說 減肥 改容 買這個買那個 用女性難以抗拒的手段 就是譏諷 使得女性 往往 黃黃不安 使得你自己覺得 你不夠好 記得我妹妹出嫁的時候 一眾的親戚向我母親公可之餘 不妨打聽旁邊這位姐姐 究竟發生了什麼意外 為何會輸給妹妹的 母親光榮這樣辦起事 她因著我令她有色顏面 教會門內 情況應該有點不一樣 是不是呢 事工多 人手不足夠 姐妹要往往 默默地經負工作 需要奉獻的時候 也都應該是你 因為 單身無家女 不過當姐妹承受壓力 面對不公義的時候 誰會挺身而出為她們發聲 誰會是 支援 和保護她們呢 記得曾經有一位牧者 找我聊天 那時候我以為她關心我做策劃的事工 而準備向她報告進展 誰知道坐下來的時候 原來她嘆氣地說 嘩 真是很難跟你找對象 當時我聽到有些差異 原來看到她 原來看到她 對著教會裡面 姐妹多 弟兄少的情況 如像我這樣的人 言下之意 就是 事奉拼搏認真的 這樣不 令到一般 或者一些弟兄 是無所適從 或者難以選擇 那種類友 那些年月 那些類似的關懷 竟然好像一枝 利刺 狠狠地 刺進來 令到我有些 哭笑不得 初時我會覺得憤怒 委屈 或者懷疑自己 是不是自己在哪裡不夠好呢 但是 想想 為何別人對我的好意 會變成我身上的重膽呢 為何會被世俗的眼光來規限自己 以別人的讚賞 才能夠來證明自己的價錢呢 在反省過程之中思想 誰才是最重要呢 誰給的尊嚴和肯定 才能夠給我真正的確據 我想只能夠從一位而來 真正是我親愛的天父 他才是我至上的權威 當我把我的眼光對焦 放在耶穌身上的時候 和他在河裡一起經歷到 逆流而想 在水面升起 因然接受我 阿巴父對我們的肯定和讚許 阿巴父對我說 你是我的愛女 我所契約的 既然有主詞與尊貴的身份 我就能夠在世界上 昂首站立 以為明白很多事 其實往往要從最基本的層面裏面實踐 包括愛念 這一點 要從在日常生活裏面 學習同主親密同行 才要體會有她就足夠 而無需為獨身 與否而犯累 當我是能夠不卑不狂地活出身為愛子愛女的身份的時候 有了她的愛 我開始明白能夠坦而無懼地去學習如何去愛別人 以及接受愛 而在這些當中 奇妙的轉法就是其中出現了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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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